!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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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她在走 如何?如何?如何? 她在動 她在動 她還在動 現在? 噢 噢 本集電我其實很在乎你網路安全的 Surfsharp VPN贊助播出 耳靈古堡三隻屋中施工公告的第一邏輯 OK 刚刚这个地方掉下来一把巨大的刀 知道有这样的陷阱之后 你的下一步行动是慢慢的移动穿越过去吗 是打算被这把刀切几次啊 哇 如果你这种时候脱下你头上的护照的话 那么你开始穿个屁啊 就好像宇航员全服武装的穿的太空服 来到宇宙的真空环境之后脱掉护照 实在干嘛 想死的话何必搞得那么复杂啊 OK 为什么世界末日人类死光会造成地球的水源干枯 然后变成沙漠 COVID-19全球封闭的这段时间 全球碳排放降6%然后各种野生动物出没 所以人类只要死完的话完全相反的事情会发生吧 本来屋檐张气的地球马上变成绿昂然 万象更新 空气清新 就保护伞在第一集跟第二集里面 把所有东西都放上自己logo的尿性 目测这个房间竟然没有办个保护伞企业的logo嘛 真的是太不合理了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想要隐藏秘密基地的摆设 隐藏个屁啊 超可疑的好吗 摆在一张中间明显被切开的桌子是想要骗谁啊 任何人来到这里不花10秒时间 就能够找到秘密基地的入口了好吗 啊 看看这堆可怕的尸体 离秘密基地的出口只有20米开外 所以是高屁啊 如果中间裂开的桌子还不够可疑的话 这堆尸体是有多可疑啊 任何人看到这堆尸体都知道这是秘密基地了好吗 所以这隐藏的秘密基地到底还在隐藏什么东西啊 隐藏个寂寞啊 然后再说说这堆尸体 如果我理解的没有错的话 坏人复制女主角爱丽丝 就是为了想要知道爱丽丝如何得到她现在的力量 所以他们完美地还原了第一集和第二集里面的场景 让复制人爱丽丝去经历同样的事情 通过这样来研究女主角如何成长到现在这个样子 但其实这方面他们也没有很严格 比如说这个机关枪还有这把飞刀 都是第一集和第二集里面没有出现过的东西 也就代表他们要复制爱丽丝遇过的场景的同时 其实也没有要100%一模一样 只留下一些他们觉得关键必须要一模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这些科学家生死熟虑了之后 他们总结 这件性感灵异红色群非常的关键 完全就是爱丽丝变得很强的必要条件 你就只是想要看人家穿性感灵异红色群而已吧 我会把它所有走光视频做成合集发送给你 很明显这个性感后群就是爱丽丝变得很强的必要条件 然后再回到爱丽丝的尸体堆 你会发现这里的尸体没有一个是被大刀或者镭射弄死的 全都是腹部中的被弹出来的机关枪射死 你们的研究目的是让负责人爱丽丝经历真本爱丽丝经历过的事情 然后看她如何得到力量 但是你们却摆设了一个爱丽丝从来没遇过的机关枪 然后这个机关枪稳定地弄死了所有的负责人爱丽丝 我觉得我好像找到你们一直研究失败的原因了 所以是为什么世界末日之后大家都喜欢在墙壁上写血字呢 就你知道要在墙壁上面写这样的字有多困难吗 首先你就不太可能用自己的血 因为如果你用自己的血的话你大概血了不然就失血过多死掉了 所以你只能够用别人的血 但是别人的血前提条件是对方没有变成丧尸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刚好没有变成丧尸的生线尸体 为什么是生线尸体呢 因为如果尸体放太久的话血很可能会流干 所以必须是那个人刚死的时候你在他的身边收集他的血 然后你再看看墙壁上这些字的笔触 很明显不是用手写出来的而是用一些道具 那么惊心那么诚意是为啥 世界末日为什么有那么多时间和闲情作画 啊 啊 永远都不理解这种老板心态是怎么回事 对于概率这种事情要求100%做到 你就要求有个屁用啊 这就好像是说 你买彩票再不中头奖 我就解雇你换另外一个人来买彩票 这种事情换100个人来干都不会有帮助吧 啊 这种很不符合逻辑的思考方式 由老板说出来其实还蛮符合逻辑的哦 加分 然后我们喜欢这位老板威胁解雇科学家的态度 在这个世界末日人类几乎死光了世界 你吵了这位科学家你上哪儿找其他的科学家啊 难不成你们保护场企业还有一橱柜的人楼贩卖机吗 随便按随便有啊 有着能力的话 苦一个科学家一个科学家慢慢用呢 直接按一打科学家出来帮你研究你要研究的东西不就好了吗 那个黑人同志你忘记了你上一次遇到分开行动 分开行动 分开行动 你要不要 分开行动的时候你的队友发生了什么事吗 人家都已经用了血的代价来教你不要分开行动 分开行动 你要不要 分开行动 如此地囡的血腥那里你都还能是世界末日的生还者 那么这世界里面死掉的人到底是有多蠢啊 理论上应该很无脑看到人就会冲过去咬的僵尸 在这种特定的室内环境就变得非常的没有武德 总能在这种时候爆发一下他腐烂脑袋里面的小宇宙 挤出一点智商来从背后偷袭你 哇这夹锁也太逗复杂了吧 那么危险的实验你们就不能靠多一点夹锁吗 腰和脚全都靠上啊 你为什么你离开了 他们在追踪我 那就是你逃避了 我没有必要偷偷消失啊 完全可以先告诉他们保护伞在追踪你 为了保护他们所以你要离开一下 更重要的是你完全没有必要离开啊 你明明就有更简单的方法来避开这些邪恶大企业的追踪 是的没错女主角完全可以用serve shop VPN 隐藏自己的IP位置防止大企业骇客或者是网上机器人的在线追踪 这样就不用担心保护伞公司会找到自己 而且进入电影里面保护伞企业想要控制爱丽丝 现实世界中的许多大企业都想要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试图跟踪你线上购物的一举一动 以更精确的推播广告给你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控制你的购物行为 serve shop VPN可以移民化你的网络连线 进而减少这些公司收集到你的个人资料 避开他们的控制 然后在上电影里面的爱丽丝反政策决料总部 打爆这些想要聚中你的人 等一下我没有反政策然后打爆人家的功能 啊没有吗 啊那很抱歉我弄错了 但不要紧 serve shop这次有的是双十一线订阅 从节日期到11月11日期间订购serve shop VPN 或是输入优惠代码movilogic 就能够获得1.5折的优惠 如果订购是两年翻案 还能够在家送免费3个月 所以一起来使用serve shop VPN 像电影里面的爱丽丝一样 去对抗那些想要控制你购物欲的大公司吧 又回到电脑机 The committee authorizes immediate action release of vehicles and personnel under command of Dr. Isaacs That's an order 我在网络上随便找一个AI复读记 都比这个读到通顺好吗 The committee authorizes immediate action release of vehicle and personnel under command of Dr. Isaacs That's an order 所以呢告诉那些底层的视频 没有一个人对这一段录音有意思怀疑 哈我们没人心的老板录音秘力 听起来很像AI一点人心都没有 合理啊没问题啊明显就像那件货的声音 满是僵尸的末日之间 在车里面听到可以的声音 你透过窗口往外看啊 开门出去搞毛啊 地球花几亿年进化出了人类人类 人类花几千年脱离了大自然的熟练 然后再花几百年摧毁了世界 而世界末日之后的生还者竟然是你嘛 地球你惭愧嘛 地球你看你弄出来的杰作 活该你世界末日 然后在这个满是僵尸的末日夜 你们这样一大群的团队到了夜晚 没有人守夜 所有人都去睡觉了吗 这过程之中没有人是清醒的 没有人向窗外看 就这样让这些僵尸物 要毫无预兆地把你们给包围了 那么你们之前差那么多的摄影监控 有意义嘛 没必要啊 差个寂寞啊 我希望这个刚刚被拯救的小妹妹 没有被这样的超能力震撼 也没有要表示感谢的意思就是 我安全了 我走了 你叫什么名字? 接 Golree她不用过去的名字 是因为她父母给她取了一个 从今天起我们的女儿就是 叫 Jeosh étant Vocêune 你确定你要叫Kam мат吗 我确定 如果话说沒 還好他们是在Kam мат 这个地方找到 her 要是她被拯救的时候 刚好在 从今天起你就叫 尼哈玛火鍋 你还是叫我二K一二 Shelby 好的,沒問題,你也按嘛,火鍋 你這手指是在幹嘛?是在按鍵盤嗎? 你像嗎?根本不用按下去吧 沒事裝模說他存在感嗎? OK,為什麼?這個container擋住了你們的驅路嗎? 你要告訴我你們的驅路是這一個隧道嗎? 這隧道就這點屁的高度,你們就算把這個container移走了 你們也進不了這個隧道好嗎? 然後如果你稍微仔細地看一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後面就是一座沙丘而已好嗎? 你們一孔丹的一個屁啊,移走了你們去哪裡啊? 能去哪裡啊?鑽進沙丘裡面嗎? 這樣嗎?是像是那麼容易耶 你阿嬤火鍋,你沒有戰鬥能力的話就打掉車上不要出來啊 都世界末日了,遇到可以的東西 你們這些新男人的還跟著一起嚇死看人啊 這點至少你們世界末日到底是怎麼活下來的啊? OK,等一下 你們這一個是在追,一個是在逃跑嗎? 對不對,前面那幾個人,你們哪有意思跑成這個樣子嗎? 所以是逃跑到人其實沒有很想活,然後追人的上司肚子沒有很餓啊? 她正在攻擊中心 用控制訊號 不過什麼好險啊? 你這信號有必要弄強弱的設置嗎? 這種事情你那大大還期望要開小一點省電啊 好歹也是摧毀全世界的鞋子企業呢 不能不要那麼扣啊 就算我只能接受你這個信號有強弱的設定 那艾莉絲不就是你們最重要的關鍵目標嗎? 遇到這麼重要的目標,當然是一開始就 你們很清楚阿麗絲正往你們的方向來 你們這一群群人竟然不是所有人對著門口戒備嗎? 然後那個唯一在戒備門口的人 你是如何在知道敵人會來的提供下被敵人偷襲啊? 正面不是一個空曠的場地慢慢走到你的面前偷襲你啊 這種事情如何發生啊? 艾莉絲知道人家基地的地點在哪裡就算了 尼亞媽火鍋你為什麼知道這個地點在哪裡啊? 更不用說想要來這裡你還必須要越過一大堆還沒有被解決的喪失 所以是為了看人到連命都不要嗎? 就這點安全意識出來跟我解釋一下尼亞媽火鍋 到底是如何成為這個世界末人的幸存者啊? 我們沒有載到阿拉斯加 我們把那飛機放進去 其實你們搶這架子升機好像沒什麼用 你們的目標是阿拉斯加 然後你們人在阿拉斯加斯 這之間的飛行距離有2400英里 然後這類型的直升機只能夠飛250到400英里 所以飛了400英里之後你們的直升機 換了燃料怎麼辦? 用艾法蓮就繼續把剩下的2000英里飛完嗎? 怎麼看都是你們開著你們的武裝車 載著你們的部級繼續前進的計畫會比較好一點吧 所以是為什麼要轉彎翻卡車呢? 直線前進然後準確的停在你要的位置不就挺好的嗎? 你這樣子翻車甩動的話 那翻車的距離多難預算啊? 一不小心摔得太靠近的話 爆炸很可能就會把你們的直升機給炸毀了 如果是摔得太遠的話 爆炸沒能把禮包變得喪失清乾淨 也很尷尬是不是? 反正就何必冒這個血呢? 何必呢? 我理解大魔王在這裡進行了大屠殺 所以這裡的血噴到處都是 但是 這些箱子和瓶子上面如何都很平均的有一點血啊? 什麼樣的血能夠煎得那麼有技術含量啊? 只能是人為的吧? 所以我們的大魔王是跟一開始那個寫血書的人 是同一種浪漫嗎? 把人弄死然後收集集通血 這邊傻一點那邊傻一點然後看著自己的作品就 還有突殺的情調啊這就是藝術啊 我說T病毒好不容易在你身上突病 然後弄出這些看起來很致命的觸手 結果到了現在這樣的關鍵時刻 你決定用你人類的手去揍女主角嗎? 你對得起你的觸手嗎? 你這就好像是浪人變成浪友健健的牙和爪子 然後他選擇了用Lamb的方式來作為他的攻擊 再說你這一拳是什麼狗屁攻擊啊? 如果我們看一下女主角所站的位置 和你拳頭回動的軌跡的話 你這拳頭是在打毛啊 所以是我誤會了你沒有要做女主角 你只是跟這個桌子有仇嗎? 我讓你長這四隻腳